旅客坐着行李箱进入车厢 民众搭乘机场捷运出国 但现在却有桃园市议员 接获民众陈勤 抱怨车厢里有异味 最近这一年 我们又得到一个全国之罪 就是机场捷运 是全国最有味道的捷运 桃园市议员鲁明哲在议会质询 强调接到民众反应 车厢上有尿骚味 还有公侧味 甚至臭拖把味 以及风口发霉味 讽刺是全台最有味道的捷运系统 实际搭乘机捷直搭车 记者并没有闻到异味 其他乘客也都说没有味道 好像没哦 可能有一些汗臭味 然后食物 不过桃园捷运公司总经理 坦诚过去一年来 的确也有接到成情 推测原因是因为 机捷虽然才通车两年 但车厢其实已经有七八年的车铃 座椅的进度在11月20号会开始交货 那我们预计在年底前会把它更换完成 桃园机场捷运日运量逐年增加 去年有6.3万人次 今年增加到7.4万人次 增加幅度超过两成 陶杰公司怀疑车厢有异味 来自车厢已被套 今年执行采购标案 之后将分批更换 对于采购案招标程序引质仪 他们则回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范 但未来将加强采购人员训练 让效率更加完善 记者成交的晚上台北采访报报道 再来自然之后